显微镜观察精液 我们现在先介绍就是冷藏的精液 冰箱冷藏的精液 先从冰箱取出之后 取出试管要彻底的摇匀 因为精子在冷藏过程中 它会沉淀 摇匀之后 取出一滴 滴在载波片 载波片我们是提前准备好的 看精液 如果想要看清它的真实的密度活力和畸形率 一定要盖上盖波片 做好样本之后 放在昂文载物台 精液样本可以提前放在 这个带昂文功能的载物台上 卡在波片 我们来观察 冷藏的精液 苏醒过程 低温保存的精液 正常是半休眠状态 是不动的 通过我们载物台的加温 会逐渐的苏醒 显微镜看精液 如果感觉屏幕特别模糊 我们可以选择 将下边 灯光上部的这个滤镜拨片 拨到最右侧 来观察 上面 精子图像的这个清晰度 调节焦距 找到最清晰的点 这个时候 我们可以区分 精液样本中 活力的占比情况 作为一个整体 不游动的是死精 有头无尾的和尾部 断掉属于畸形 只有正常游动 快速游动 直线运动的 属于正常可受孕的精子